今天是母亲节,我从网上给自己买了两个榴莲 今天收到了一个,明天还有一个 那咱们今天就来拍一个开盲盒的视频 顺便给你们分享一下挑榴莲的一些小窍门 或者说经验吧 因为在实体店买的话,我是从来没有失手的 但这个网上买的收到货还是有一点点小失望 跟我当时看到的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现在咱们就来说说怎么才能买到一个出漏率高 并且不升包的榴莲 能看得明白吗?就是相邻的两根刺我们可以挤压 如果是软的就证明这个榴莲是熟了 哪怕没有裂口它也熟了 还有一点就是可以闻 没有裂口它也能闻得出来很浓的榴莲香味 它就熟了就可以开了 像我现在这个也是没有裂口 但是打开它已经是偏熟了的 过于熟 这个榴莲现在开起来是有五房 其实最后我扔壳的时候发现还有一房没开出来 是有六房,但是每一房都好小 前面两房大一点 后面都好小 你看都已经熟过了 但香味真的特别浓 这种榴莲就是马上吃 或者用来做榴莲千层榴莲冰淇淋就特别好 但是不能再放,再放的话就熟过了,不好了 像有些以为它没有裂口它就没熟 其实不是的 一直等它也不裂口 但是它里面已经是熟坏掉了 6.3斤,然后出漏率是大概两斤半多一点点 我自己去实体店挑的话 基本上都能达到50% 就是